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有關心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如果是有今天開始有天氣的倒倒在轉 我們會看到明天可以看到 主要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 都已經倒倒刷離開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的分析就比較少 天氣就比較穩定 另外要稍微注意的就是 差不多在拜三的晚上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風民 會有北邊這裡刷路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如果是這個風民影響我們台灣的時間 差不多就是在拜三的晚上到拜四 這兩天 拜五的時候 風民倒倒刷過後天氣就會慢慢來好轉 所以這個禮拜的天氣 拜三跟拜四這兩天要特別注意 除了會落後以外 這個溫度也會稍微降一點 我們會比較近的溫度 明天可以看到 拜五的時候 這個東北風就會倒倒來減少 不過這個南風就會倒倒起起來 所以拜五跟拜三的日期的時候 主要是受到南風的影響 為什麼是在逃南風的時候 就比較有這個西北風 所以雙庫 說我們稍微注意一點 如果是在拜三 晚上到拜四的時候 風民影響到我們台灣之後 就會轉 比較有落後的天氣 除了落後以外 這個風民也會把北邊的冷空氣 帶下來 所以在拜四的時候 我們島跟拜三差比較多 可能就比較涼 另外這個風也比較頭暖 我們來看 在未來的時間 比較有落後的天氣 如果是在拜日的時候 主要是在南部的山區 可能有這個西北風的陣形 如果是在拜日的時候 也要注意可能西北風 拜三的月主要是我們山區 可能比較有西北風 如果是在拜三的暗時 尤其是在暗時 雖然這個風民 慢慢影響到我們台灣之後 到拜四的時候 主要是我們 全台灣都會有落後的機會 尤其是我們中部跟北部 主要是風民影響的時間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落後的島民 上面有些所在 局部的地区的 食水是比較沉淡 表示說這個荷水 可能也有局部的地区 這個荷水會比較大的淡 所以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 所以這個天氣的風民 我們提醒大家說 拜一開始天氣的慢慢在發展 不過這個 早上的氣溫 也會稍微看更冷 更冷 差不多是19到20度 那是在台灣北邊 那是在台灣的今天所在 差不多是在21到23度 那是最近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順便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幾天的天氣 變化會比較大 尤其是這幾天的 拜三到拜四 可能會有受到方面的影響 剛才落後天氣變化 比較大 以外 這溫度也會降 比較多 所以溫度也會有變化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種天氣的變化 也是比較高的影響到 我們 正在外 可能會有 中日本的發生 所以可能要 要順暢的殘荒 尤其是有需要的時候 也可能會要 擴充 可以用這個 用油 不過 也是要注意 可能不可以放太多 以上就是今天 我們今天的論文起床 我們明天再 照顧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